新疆朋友把我送到乌鲁木齐火车站 然后我坐火车显坐前往沃尔国斯 即将抵达对中国护照免签的哈萨克斯坦 同时它也是目前截止2024年9月 唯一一个吃中国护照可以录入免签入境的国家 可以赚多少钱 十五块钱 几个人了 四个五个人了 马上去 主板主板门已经开了 就是一个店铁 Тowi 来自作人的乌鲁 但是没有,就是一个店铁 ,今晚才是市场的乌鲁 越来越厚三一员 六年 一只坐着,那个坐车的乌鲁 一只很冷 两只坐车的乌鲁 就在乌鲁 过了安检之后 其实在柯云站这一块 很多人他会过来 就是跟你说可以换钱 然后他们手里拿着钱 我今天遇到的汇率是65 好像有人说也有说66的 但是实际上 当你进到柯云站里边的时候 这边有个超市就在那 叫什么那家什么超市 东北超市 在这里边他们也可以换汇 他们是67 今天的国际汇率是67.6几 我今天遇到的汇率是这家超市里是最高的 一般好像他们换的汇率好像据说都是比较高的 我在外面的时候换了跟那个人换了是按65换的 我当时也不知道这里边的这个汇率更好 所以呢这一单这一下我亏了大概12人民币 所以大家如果来的话不要着急换钱 就尽量是多换一换价格 或者是到里边来换 发车之后就很快 我们就到了这个边换这块 现在多少人下车 行李都给他拿下来 然后然后从这边过边换 先过中国这边的 然后是他过那边的 在外面的汇率也下车 每个人都在这边 都在外面的汇率也下车 这样的汇率也下车 是最后一步的汇率 在外面的汇率上 这个汇率也下车 我也在外面的汇率上 在外面的汇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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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也做了 这边有一个小餐厅可以在这吃饭 然后一会儿用洗手间 现在刚到阿拉姆图这个车站这块 这一出来其实就是各种中文的推销员吧 推销办电话卡 然后打车民宿住宿的 现在这边都有 这个中华免签也没有太久 现在就已经有了各种服务 车站外面还有办电话卡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多收费 但是我也没有问价格 总的来说 你在这其实如果你不会当地的语言 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任何这个事情 我下载了离线地图Maps.me 现在走过去我预定的一个住处 这是在Magoda上订的 Magoda 然后距离这个车站有大概700米 我先走过去 这是我第二次在阿拉姆图了 目前还没有感觉到非常明显的变化 上一次是五年前 转到了 这是阿拉姆图市中心的一条步行街 这是阿拉姆图市中心的一条步行街 和我19年来那次 五年前来那次 比起来依然是非常年轻 就是充满各种年轻的那些面孔 这是唯一一个用这中国护照 录录就是出境 免签的这样一个国家 不光是航空这些方式都可以直接到的时候就是免签入境 像我这次在博尔格斯 然后入境 开了个伞的时候 什么问题都没问题 这算是到了比赛街的中心这一块了 就是商场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一些 就是特征你都能啃得到 就是特征你都能啃得到 西村 译 音Щ 译 译